副总统赖清德结束了对巴拉圭的行程,回程期间经过美国旧金山,引起当地侨胞热情迎接。 来自南加州的侨胞们也特地前来,为赖副总统加油打气。 不少湾区的侨胞和侨团领袖早早聚集在下榻旅馆,准备欢迎副总统的到来。 500名侨胞代表手持欢迎标语,热情地欢迎赖副总统。 此外,来自南加州的侨胞们也专程搭乘七小时的巴士,前来支持赖副总统。 我们相信民主自由终将战胜共产世界,我们也相信台湾的民主自由将会成为世界最大的保障。 我们在此代表所有的侨胞,我们再一次热烈欢迎我们的赖副总统抵达旧金山。 加州台湾同乡联合会非常欢迎赖副总统再次历临旧金山湾区,这也是他四年来第三次到访湾区。 所以我们旧金山的台桥跟他是非常非常有缘,也希望他这次平平安安的来出访,当特使团来出访,也希望他平平安安的回到台湾区,谢谢。 我们抱着纯粹爱台湾的心,来欢迎赖副总统。 在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徐家清的陪同下,赖清德副总统亲切地与前来迎接的侨胞们进行了短暂而温馨的互动。 他感谢这些热情的侨胞们对他的支持和欢迎。 这场互动不仅让赖副总统感受到海外侨胞的深情后裔,更为他本次海外访问留下了一个令人难忘的时刻。 同时也凝聚了台湾侨胞的团结与爱国情感。 本则新闻由乔务电子报新闻至公黄本初采访报导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